今天回答的问题是如何找到自己的人生目标或者是理想 在小的时候我们其实会有很多理想 但是随着年纪渐长 我们其实对于理想的画像越来越模糊 而我自己的工作的整个经历上来讲 其实是相对来说比较混乱的 就是大家看我的话 我可能做过研发做过产品做过运营 就看起来不太像一个很常规的职业经历 但是其实对我自己而言 我的职业经历还蛮清晰的 就是我的终极目标是我要出去创业 那么在创业的路上 我可能需要研发能力 需要产品能力 需要运营能力 我不需要每一件事做得非常好 但我需要它至少能完成从0到1的固整 那么剩下当我到1到100的时候 能够再去找人 这样的一个逻辑 会让我的整体的职业经历 会看起来非常的有逻辑 这个时候其实大家就会问说 你为什么那么早就知道你要去创业 对吧 那这个时候就回到了我们这个问题 叫如何找到自己想要的 或者说自己理想的生活 我从我自己的世界上来看 我会觉得说 首先一个最核心的事是 你一定要经历的足够多 这个是很重要 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想要的是什么 前提是我们得知道都有什么 对吧 我们需要有一个足够大的集合 然后把这个足够大的集合去不断的切分 最终才能找到我们想要的 如果你没有经历过足够多的生活 那这个时候呢 你很难去做出你想的选择 你大概率只是从一个非常小的有限集当中 去找到你想要的结果 那从我自己而言 我毕业的时间可能只有五年 但实际上我写代码的时间其实还挺长的 因为我其实从初中开始就开始写代码 包括做过 做过服务端的运维 做过后端 做过前端 对吧 然后也写过一些像flash 早年的写一些flash应用 对这些东西 我其实做过很多 包括客户端的 这个windows上的应用开发 我其实都做过 所有的这些经历 让我大概知道说不同的工种 都是在做什么样的事情 也包括我去参与过很多运营的事情 也真正的去做过运营 那么这些经历 其实让我知道 这个世界的 至少在互联网这个领域吧 它大概的工作是什么样的 包括我自己也会去 学习一些视频剪辑 包括比如说像你看到的 这个系列的视频 其实都我自己剪辑的 我会自己录制 自己剪辑 包括我去学很多直播 OBS等等一系列的事情 我学习了非常多的事情 然后这些事情呢 构成了我自己的人生的经历 而这些经历让我知道了 我喜欢什么和我不喜欢什么 这个事对我来说 其实给了我后续做选择的机会 我有了这些素材 知道什么的东西是我想要的 什么不是我想要的 那这个时候 其实对于大家来说 就会有个问题说 你可能很早就开始去试这些东西 对吧 你那个时候你有爱好 反正你试 你的试错成本是很低的 对那对于我来说 我现在已经工作了 我没有那么低的试错成本了 对我来说 我现在去试错 可能意味着我会损失我的工资 我损失我的收入 我没办法去做这些事情 那我能够给到这种方式的一个平替呢 就是你如果没有办法经历 你就去读书 你去看别人的自传 你去看每个人的传记 包括各种各样杂起杂吧的文章 其实都会对于你去理解不同的人的生活是有帮助的 我自己看的书呢 其实是非常杂的 我早些年在学校的时候 就是那会还比较研究技术的时候 我会看很多技术书 但是随着走上社会 然后去经历生活的时候 我其实看技术书反而很少 我技术书都是我真的明确 去做一件事的时候 我就去看 然后大部分时间 我看的是一些人文社科的书 我去看不同人的生活 看不同人的想法 那通过这样的方式来去知道说 这个世界大概是什么样子的 然后你会有一些基本对于这些世界的认知 那么当你完成了最基础的认知和理解以后 那么下一步你要做的是 我现在有一个非常大的集合 我怎么从这个很大的集合当中 去找到我最喜欢的部分 那这个时候 我们要做的事是向内求 我们需要去问我们自己 我到底喜欢的是什么 我们不喜欢的是什么 比如说以我为例 我可能就工作这件事上 那我会得出说 我不喜欢做班的工作 因为我觉得做班的工作不适合我 因为我可能喜欢抓着一个问题 研究到精疲力竭 然后我什么都做不了的时候 我去睡一觉睡两个小时 然后起来以后 两个小时以后 我精神抖擞 我继续干 可以保持这样的一个工作状态 那这个是我很喜欢的 但是很现实 你在公司上班的时候 你是很难达成这个效果的对吧 那我我这种形态更适合 Failancer OK 那我就选择 Failancer作为我的生活 那通过这样一种 自己的工作模式 他让感知 那我们就得出来 什么是我想要的 什么是不想要的对吧 我并不想要一辈子打工 因为一辈子打工 可能没办法满足我自己这种 相对更加高强度 但是更自由的工作方式 因为你需要和别人协作 你就必须要 在别人在线的时候 你也在线对吧 或至少我们现在大家看到的这种公司的模式 你是很难做到这个状态的 所以对我来说 公司在公司工作不是我想要的 我想要的是一种更自由的生活方式 那我在这一件事上就得出了什么是我想要的 什么是我不想要的 那我就可以对我的所有选择进行一次切分 我可以得到我想要的不想要的 然后把不想要的丢掉 我就有了我想要的部分 那你可以问很多关于这些你的问题 比如说你要住多大的房子 对吧 你打算在哪个城市生活 你未来可能要生几个孩子 所有的这些和你的生活相关的问题 都会帮助你去做出选择 A还是B 那通过不断的去切分A和B 你就可以最终圈出来说 我想要的生活大概是一个什么样子 这个时候其实你可能也很难去非常具象的描述出 你的理想到底是什么 但是他已经开始有了一些轮廓 比如说我可能是生活在二三线城市 我每天呢就是在家工作 或者是我自己租一个办公室 然后在我会在办公室里放一张很小的单身床 以便于说我的工作非常疲惫的时候 我可以去快速的睡觉快速的回写 然后我每天呢可能早上起来看会儿书 看会儿书我觉得差不多了 我就开始去写代码 然后去做一些创作 然后精疲力竭睡觉 然后进来继续创作 然后可能周末的时候喜欢开车出去溜达溜达 那这些很具象的生活的这样的一些轮廓 能够帮你推导出来你需要的是一个什么样的生活 然后你能够基于这样的生活 再去推导出你需要的这样的一些生产资料 比如说你看像我说 我希望我能够有一个自己的工作的环境 那对我来说我可能需要买房的时候需要有一个书房 或者是我不买书房 但是我可以租一个房子来做我的书房等等 那么这些东西你都可以推导出来 可能买房子你不能买特别大的 或者说你不会买特别小的 所有的这些都会推导出来 一个一个现实生活中的条件 然后把这些现实生活中的条件 记录下来一个一个的去打成去实现就好了 通过这样的方式 你会找到你想要的 或者说你就算找不到你最想要的 但你大概率可以从你现在的所有选项当中 它们都不是你所厌恶的部分 那你就可以朝着这些所有你可能想要的方向去努力 然后直到找到那个你最想要的目标 所以从我自己而言就是两点 第一你要经历足够多或者看足够多的书 这样你才知道有哪些生活 然后再去向内求不断的去切分问题 去做二分你去分说到底哪些我喜欢哪些不喜欢 哪些我喜欢哪些我不喜欢 筛到最后你会发现说 你想要的生活其实是比较具象的 你是可以很轻松的找到你的目标 然后再基于你想达成的目标 去进一步的去拆解成你的任务 你要在什么时间点应该达成什么样的目标 然后想要达成这个目标你需要做哪些事 你需要准备哪些东西 这些事情都会变得非常的清晰 然后剩下的就是目标已经有了 努努力把这些目标都给达成了 好了关于这个问题呢就回答到这里 欢迎你有任何问题在下方的留言区留言问我 然后呢我会录这张视频来回复你 好的拜拜 拜拜